但是小孩真的太多事情太多 真的不会记得 而且学校的计划在香港 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 是用email还是会出行事例 email 用email 对吗 香港也是email 所以现在台湾是不会放过你 LINE群组email 什么都会传给你 我们规定一定要都是email email有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去注意每一个 你知道吗 那他有时候就突然跟你讲说 下课我们有报学校的课后活动 那下课是3点20分阶 如果有联课活动 我们可能就是5点中阶 好啦 人真的会乱 email也很多广告 对 广告多得要 对 你就会跳过 然后我就没有看到这一篇 我刚带我们家老大 回香港念书的时候 那一天就是第一次 我接到这个电话 老师打来说 请问是那个黑妈妈吗 我说 是 老师怎么了 然后他说你的孩子 我就说 对 他在上联课活动怎么 他就说 多少钱 你要报告 对 我说 好可怕 你是学校吗 你真的是学校吗 小孩在你手里 什么意思 他说 我是陈老师 你知道就每天来接 我就说 对 陈老师 可是这时候陈老师 不应该打电话给我 他在上联课活动 然后陈老师说 不是 那个黑黑妈妈 我真的是陈老师 今天没有CCA 你还没来接小孩 选校只剩下他在学校里 然后我就说 陈老师 不好意思 然后我想那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到 我说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我就到 还好香港到哪里 蛮快的 没有 然后我就说 他有时候说 你确定 因为我要赶那个学校的 那个校巴回家 我说五分钟你等我 我在跟他讲话的同时 我已经跑步下去了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老公真的很棒 他早就预料到 有这么一天 你会忘记接小孩 就是 他在我搬回香港前 他就问我说 妈妈 你想要小孩 选什么样的学校 我说第一就是讲国语 因为我广东话不好 第二就是离学校近 离家离近 对 因为我 对 学校离家离近 那就小孩就是上课什么 我本来只想争取 他多一点睡眠时间 在我那一次这样冲下去 真的跟老师讲五分钟 我就五分钟到 老师就说 你真的五分钟到 你家在 我就说 楼梯上去 五分钟我就到了 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 跟我老公讲 我说还好 我今天有接小孩玩 你看我跑多看 他就说 不是 是我够聪明 把房子买在学校旁边 不然你现在还接不到小孩 真的 我觉得妈妈真的很累 你知道有那么多细节的事情 他刚刚讲到还是小孩 还没有包括自己的事 还没有包括老公的事情 真的 所以今天真的在忙碌当中 还要保持细心 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 不容易 网友对于妈妈们的这种偷然行为 还有哪一些不同的这种想法 我们问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名究竟是什么呢 第五名是 妈妈只要当司令官 发号施令就好了 其他跑腿就交给老公跟小孩子 占了百分之九点五 就有人讲说 我其实不太想出门 不想要换衣服 所以我就只要一通电话 打给我老公 跟他讲说 等一下你回家路上买个菜 顺便拿个包裹 再顺便买个晚餐 结果所有的事情好像一次都解决了 只要靠老公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 第一名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名是 眼不见为敬 只要把这些杂物堆到角落 只要把衣服放到衣柜里面就好了 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就有网友就分享说 每次自己要整理家里的时候 就觉得好麻烦 我就把杂物就丢到衣柜里面 好像都看不到 那我这时候按下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所有的灰尘都清干净了 这样就好了吗 干嘛想那么多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 这些妈妈的聪明小行为 好像真的可以省下蛮多的力气 是不是就是妈妈的陶甲薄呢 你对陶甲薄打扫的老婆 你们受得了吗 我觉得可以啦 但是不要假装就是 我都弄得很干净 因为我太太是会真的 家里都会打扫得很干净 碗也都会洗 可是她其实都会把那些杂物 比如说 其实蛮多亲戚朋友都会拿小朋友 旧的衣服 这个是我以前小朋友穿的 然后就会拿来家里 那其实一袋一袋的很多 那一般来说可能妈妈或者是一些比较细心会整理好放在衣柜里面 我太太是一袋一袋都一直拎到我的房间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你们是没有睡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工作室 另外一间是客房 因为我太太她其实 当初我们在装潢的时候 她就一直说我要有个衣帽间 好 我就弄个衣帽间 全部都是她的衣服 我的衣服就放客房 对 她就是我的东西 然后小孩子的东西 她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放在客厅不合理 就把东西拿到我的客房放 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发号司令 我昨天就有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开计程车 我每次开计程车 开到大概晚上十一十二点的时候 我就会接到我太太传简讯给我 老公可以帮我买麻辣烫吗 她不是关心你 我以为她打电话说 老公你要回家了吗 对 嘉宜姐你说的没错 老公你还好吗 她会先关心 你今天叫我买麻辣烫 她的手法太粗糙了 对啊 你要先关心吧 我说的错误 我太太是有先关心你还好吗 我救了你 她还是有关心 可以帮我买麻辣烫吗 对 然后不然就是说 晚上六点 五点 六点 老公 家里垃圾太满了 我就要驱车从 比如说三重或者是板桥 客人说再见 然后赶快开车回去 赶在六点以前 因为六点有那个 丢垃圾 垃圾车 我要去追垃圾车 这个她可以自己下楼去丢 没有 因为小朋友 我家里有一个一岁半的小朋友 放在家里 我也跟我太太说 小朋友你就把它放在笼子里面 因为没有围栏 笼子里面 不是啦 有围栏 客厅有围栏 也是有围栏 你没有围栏吗 放围栏 然后给他水 然后他这样 你养的到底是小孩还是小豆 你们听我解释我没有虐待 我没有啦 就是有围栏 还是很安全的 门锁起来 你就是垃圾拎着 不是 你垃圾有多大包 他就抱着一岁半小孩下去 对啊 或是小孩用杯的嘛 这样下去 我太太很严重跟我说 老公 小朋友放在家里 一个人的话 很危险 违法喔 对 是 违法 会被抓去关喔 没错 我想说这么严重吗 是 会被关 没错 所以我就没办法 12岁以下不可以 让他独自在家 我觉得我怕违法 所以我每次就要开车回来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 然后有一件事情 是我太太她 她不会每天洗头发 你怎么把这个讲出来了 你们女生我们就不要装了 不一定 今天我们就是不装了 这个节目就是瑞丽 有的大概三四天 有的一个礼拜以后才洗 不会 那么久 就两三天 好 所以我得有一天的时间 我要等在家里 然后等她洗完头发 吹 然后护发 然后弄好 然后头发 然后就是保养 保养好 然后我才可以 老婆 OK了吗 好 然后才出门去接客人 你很宠 你老婆 你原怎么这么好 老婆不是娶来宠的吗 那你来抱怨干嘛 那你抱怨干嘛 不是 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地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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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老婆也是 我老婆只要一上床 你知道吗 就根本就黏在床上 要她下来都很难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一躲进被窝 就根本不会下来 就跟植物人一样 躺在那边 真的 还旁边 还不 我记得有一次通 冬天 我老婆睡午觉 那我想说没事再带我儿子 下去楼下中庭去打个羽毛球 然后她刚打十分钟 电话打来说 老公 你们去哪里 我说 我跟你儿子在楼下打球 我说 你醒了 我说 对啊 可是我好渴 我说她好渴 去喝水 好冷 人家出不去 然后我说 妈 你等我一下 我才刚打 她说你要多久 我说 半个小时 这样我就枯萎了 没有浇水 会枯萎 好坏喔 你忍心让你老婆 枯萎吗 我说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就跟我儿子说 你等我一下 我就冲上去 然后帮她倒了水 然后我说 好了 不要放到床头 她说 可是我手也舍不得伸出来 所以我就把她扶起来 喂她喝 好夸张 是不是像看护中心一样 就是唐灶吗 好 喂完了 好 放了 她说 谢谢老公 你可以去打 然后我就下去陪我去打 然后每五分钟打来 老公 我肚子饿了 我说 那你想吃什么 冰箱有 人家不敢出去 太冷了 我就上来 再帮她拿一些东西 热碗拿给她吃 你就挂个饼在她这儿就好 对啊 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 什么 手机没电 说我充电器在客厅 我还要上去帮她拿充电器 对 对 是这样 就那一次之后 我跟你说 后来我搬家了 本来没有床头柜 我就买一个床头柜 窗帘 我也弄个电动窗帘 有用器就放在床边 反正什么可以装遥控 我就尽量装 就放在旁边 你那个水龙头应该牵一条 直接接到这里 牵到他床上 有没有 把他直接 我怕他太懒没有接好 我整个床都湿了 然后吃什么 你就从那边打果汁鸡 然后就这样吃 对 鼻胃管 我直接装个鼻胃管 那种别人的老公 都可以这么宠老婆 对啊 真的能够吃个人 是不是后悔嫁错人了 你现在是在世代吗 没有 我好害怕 老公 你突然接这句话 我都不想要干什么 对啊 成年恋情 不过有时候真的 我们女生请你们做事 也是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对不对 我老公对我也很好 他当初就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爱做菜 很爱买东西的人 所以当初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 他就买一个 我们家只要按电梯 从我家出去按电梯 B2就是超时 就是腹血 对 然后就直接停摆了 好方便 有时候你会出门 就会突然觉得懒懒的 然后就不想出去走这样 小孩大了嘛 刚好是可以一个训练的时候 所以我就会用这一招 就叫我家的小孩 我们家老大跟老二也 十岁九岁了嘛 我说 今天放假耶 好棒哦 刚好是你们可以得到 那个奖励的时候 我们家都有那个加分字 做好的话就可以加两分 加三分 然后月底结算可以拿礼物 我说 你想不想加三分 我说真的吗 妈妈来 我来看一下 好 加三分呢 这样好了 你跟妹妹一起去 这样有个伴 比较不会有状况 大家可以互相这样 我说那你们两个下去好了 那帮妈妈买个东西 很简单 我要那个日本的那个鸡蛋 然后我还要那个呢 海南鸡的那个料理包 然后我还要那个什么胡麻 胡麻的酱油 然后或者是什么 韩国的那个粉丝 你两个 你们要系好这个牌子 然后系好什么东西 回来只要你买的东西 对 牌子又对 我再加分 好 下去吧 然后就下去 下去买完回来之后呢 我觉得很好啊 不是 我老公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都不自己去买 我觉得这很好啊 OK啊 我在训练他们啊 对啊 像珍丽姐也是训练她儿子去买蛋啊 结果她还买了箭塔出锡蛋回来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她叫她儿子去买鸡蛋 她儿子买了箭塔出锡蛋 所以他们在问我说 你有没有偷懒 我说这样算偷懒吗 他们就说 珍丽姐你 你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自己去 而且就在陛下是二楼 为什么不自己去买 但是我觉得 其实各位妈妈们 我们要适时的要放一些工作 给自己的小孩 给自己的老公 才不会让自己的老公 跟小孩都废了 对啊 小孩就好 你不要砍塌到我们身上 我觉得李欣这么做是对的 因为很多人结婚多年之后 就变成了爱情的坟墓 然后就是沙漠 都完全没有激情 她要你这样子喂她 这样抱她 她只是要有一点很恋爱的感觉 这个我要挺一下嘉怡姐 没错 下一次你老婆要你喂 你就喊在嘴巴里这样喂她 爱情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以为她不敢喔 她说你来 我觉得这也是这种情趣 对啊 对对对 所以你要谢谢她 让你的夫妻感情很好 她愿意叫你上来 喂她喝水 那你不个性就很奇怪 常常会找我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记得之前她 我们在拍影片 她说我喊一口水 然后你从我这个鼻孔 吹气 看会不会从这个鼻孔喷出来 什么鬼 我真的不想玩 她说你一定要陪我玩 我觉得很有趣 好笑 我还是要照做 可是你不觉得你这样老婆很可爱吗 真的 我就贴在那边鼻孔一吹 然后她自己就笑出来 喷得我满眼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她很享受这件事情 她其实是在 他在炫耀 对 好啦 娶到好好薄 红豆汤又煮得好 还有什么可以咸的 真的 是啦 曾丽姐 那我的部分是因为 我会教我儿子跟我一起打扫 那其实我的用意就是因为 我是真懒好不好 我承认我就是真的懒 因为台北的话就是 我要自己打扫 因为台北大分是我自己在整理 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在台北 所以我儿子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一些打扫用具都买好 然后我会跟我儿子说 来 我们现在一起打扫 那我都把你准备好了 所以你只要拖地 用什么清洁剂都帮他弄好 那我儿子真的还蛮乖 他就会真的拖 他说那我来拖客厅 那你呢 我说对 客厅 姐姐房间 你房间 通通留给你 我呢就去我房间打扫 他说好 那你就去你房间打扫 然后等到他再拖手 我就去我房间躺在床上 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就说 为什么我在打扫你躺在床上 因为我房间其实没有很乱 我现在躺的等一下 我会自己动你不用担心 然后我儿子就真的会乖乖地打扫 我说而且你要知道 你看你现在才13岁 我儿子现在13岁 他已经183公分了 所以你看你这么高 妈咪比你矮那么多 要够的我也够不到 眼睛也没你好 看又看不清楚 擦擦有没有干净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是比我厉害 所以最好你看 像那个妈咪房间的那个厕所 我扯扯的玻璃 所以你看像上面我都擦不到 我还要等你 等你等一下客厅打扫来帮我擦 所以我是不是很需要你 然后我儿子听听也对 他就来帮我擦干净 所以 你到底要这样画素 你的小孩到什么去 我就是要一直画素到 他当之后不理我的时候 我总结太善良了 我只超乖好不好 每天早上来去帮我买早餐 你知道吗 你老公好用 我跟你讲我老公就是个废人 不是 我老公跟我一起伸扣我的儿子 好可怜 我有来哦 有来哦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飞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成诞 新时态互动事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哦 小铃铛哦 小铃铛哦 哈哈哈哈